西藏洋湖里的鱼饭烂成灾 数量多达8亿公斤 随手就能捞到 为何当地却无人敢吃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渔业大国 除了海洋渔业以外 淡水渔业更是历史悠久 长江黄河流域自不用说 因为过度捕捞 长江已经近于十年 水中生态依然没有恢复 但有一个地方 鱼多达8亿公斤 但却无人敢吃 这个地方就是西藏的杨卓雍错湖 被人誉为西藏渔库 西藏人民心中的圣湖 西藏的杨卓雍错湖简称杨湖 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其他两座圣湖分别是纳木错和马旁雍错 而我们要说的杨湖 里面拥有大量的渔业资源 比如高原罗里和拉萨调丘等鱼类 这里的鱼虽然品种只有寥寥几种 但数量却十分惊人 据专家估算 杨湖中生活的鱼超过8亿公斤 杨湖也被人称为是雪山上的渔库 虽然鱼类数量十分惊人 但人们好奇地发现 当地人并不会捕捞杨湖中的鱼来食用 其中到底有何缘由呢 杨卓庸错 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碧玉之湖 因为杨湖颜色清脆见底 碧波环绕 风景优美 而藏族人们则认为 杨湖是仙女不慎遗落的绿松石耳坠 所以也被藏族人们誉为人间仙境 这个人间仙境不仅风景秀丽惹人恋爱 就连水产也十分丰富 鱼多到一脚踩下去都能踩到十数条鱼 但就是这么多的鱼在湖水中荡起涟漪 当地人却从来不吃洋湖里的鱼 这在吃货大国是十分罕见的 要知道在国内 民以食为天一直是国民宗旨 野生环境的江河中的鱼已经十分稀少了 尤其是长江和黄河 也因为过度捕捞而有十年禁鱼了 为何明明野生鱼业如此缺乏 却放着洋湖里的鱼多到泛滥 当地人也绝不吃呢 这八亿公斤又是怎么来的呢 专家利用标记虫捕法来计算的湖里鱼的数量 这种方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使用 这种方法是如此操作的 先捕捞一千条鱼 将这些鱼做好标记 然后重新放回湖里 等过段时间之后再捕捞两千条 将被标记过的鱼算算数量 再用已经计算好的数据来推断鱼的重量 得出的结果就为八亿公斤 洋湖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生活的鱼多为冷水鱼 并且种类十分单一 其中占据最多数量的是高原罗里 其次为拉萨条丘和细林条丘 为何高原罗里数量最多 这里要说到两方面 首先是高原罗里的繁殖 作为理科的鱼类 高原罗里主要吃一些藻类和浮游生物 而且理科鱼类有一个特性 就是特能生 粗略计算 一条母鱼一次可以产卵一万枚 而且洋湖中没有高原罗里的天敌 也就是肉食性鱼类 所以高原罗里日子过得十分舒服 数量也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而且各种鱼类肉质都十分鲜美 紧实 比如高原罗里的味道就十分美味 可以轻松做出各种美味佳肴 不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习俗 我们都知道 藏族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习俗 藏传佛教 佛教教义中有一条就是不杀生 即使遇到蚊虫蚂蚁都不能害其性命 众生平等 面对湖中的鱼 尤其是圣湖中的鱼 当地藏族人民更是不可能吃了 但藏族人民也并不是完全不杀生 因为伤害自己的身体也算杀生 所以藏族人民一致遵循着少造杀孽的原则 比如牛羊等 宰杀一头就能吃上好多天 但如果是吃鱼的话 每天都需要杀鱼 这不是藏族人民所希望的 还有一点是当地的人有水藏的传统 人死后会将尸体放上小船 然后送进湖中深处 对于当地人民来说 这湖里的鱼就代表着他们的亲人 宰杀自己的亲人吃肉是万万不可的 至于为什么要水藏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树木也少 而且温度低土壤都冻住了 所以藏族地区多为水藏和天藏 那么当地人因为习俗的问题不吃鱼 但是外地人呢 也不吃嘛 洋湖中的鱼确实不适合食用 洋湖是碱水湖 PH值的含量由9以上这么高 属于碱营养性水域 而且里面的鱼类喜欢食用的藻类 也有很多矿物质和有害物质的负极 洋湖的水温一直十分低 冷水水域的鱼有一种特性 就是自然生长缓慢 当然这和水温低导致的鱼类食物 藻类生长难也有关系 较低的水温导致浮游生物繁殖速度慢 藻类也很难进行光合作用 两者都十分贫瘠 而鱼类吃不到足够的食物也就生长缓慢 因为食物补充不足 鱼类就会拼命地吸收各种物质 其中也包括各种有害物质 曾有人检测过 洋湖中的鱼含有DDT 这种物质在上世纪多用于杀虫剂 而我国早就已经禁止使用了 鱼身上含有较多的有害物质和DDT 就更不适合人使用了 这DDT到底怎么来的呢 虽然我国已经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物质 但仍然有一些国家还未禁止 其中就有我们的邻居印度 印度之所以还在使用DDT制作的杀虫剂 是因为价格十分低廉 而且效果确实很好 可以控制当地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比如瘧疾的传播 而我国科学家王小平曾对此进行研究 这些DDT被喷到空气中 可能会被风带至大气层中 再由降水带至地面 最后会集于高山冰雪融化后 形成的虎湖泊 这其中就有洋湖 而洋湖中的鱼体内DDT含量 甚至可以媲美大型食肉动物北极熊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要知道北极熊的体型是十分巨大的 而鱼的体型仅有北极熊的几十分之一 美国的白头海雕之前 种群数量并不少 为了现在成为了宾威动物 其原因就是因为DDT 上世纪DDT在北美洲被广泛使用 但DDT却复集在各种动物的体内 而白头海雕作为食物链的顶端 其体内DDT的含量高得惊人 DDT太多的时候 白头海雕就出现了各种症状 其中一条就是由于DDT在体内含量过高 导致白头海雕的蛋壳变得又脆又薄 白头海雕在孵化幼崽的过程中 经常会把蛋压碎 致使白头海雕的幼崽生存率锐减 自然种群数量也急剧下降 让白头海雕成为了宾威动物 其实也有外地人吃湖中的鱼 比如在1995年的时候 杨湖就曾被疯狂捕捞过 一度导致当地鱼群数量出现巨量下降 有些本就稀少的种类甚至濒临灭绝 相比之下 如今杨湖地区人口相对较少 其水体受到较少的人类干扰 有助于维持水质 而且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杨湖的保护工作 私自捕鱼或者进行活动可不是罚款那么简单 这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在我们这么强大的保护观念和措施之下 不但湖水清澈 鱼类也有了良好的繁衍环境 而且西藏还有一项传统的宗教活动 放生节 每年的农历4月15号就是藏民的放生节 主要目的是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慈悲 同时也被认为有助于积累善德和获得好的业力 在这一节日里 藏民们会把这些鱼放入湖泊中 放生节的实践基于佛教信仰 认为通过将有生命的生物释放到自然环境中 可以积累善德和消除过去的罪业 这是一种表达慈悲和尊重生命的方式 以期望带来好运和福报 在西藏地区 这一传统活动通常与宗教仪式和祈祷一同进行 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 洋湖里的鱼自然快乐生长 但目前听起来 很多的8亿公斤鱼 还远没达到洋湖160亿立方米的容纳极限 担心鱼多完全是不必要的 早在2004年 国家就已经禁止对洋湖进行捕捞 并且向湖中放生鱼苗以恢复种群数量 再加上当地人民自发的保护 才有了洋湖今天的模样 曾经有人不听劝告 执意要去洋湖捕捞野生鱼类 四人携带各种工具前往西藏 非法捕捞1498条高原萝莉等鱼类 本以为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 也能将这些鱼货带出去换来金钱 谁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三万元的罚款和对当地人民的道歉 还有牢狱之灾 这些人的做法不仅仅是违法这么简单 还伤害了当地人民的心 毕竟当地人民将这湖中的鱼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还认为这些鱼是亲人们转世投胎的引路使者 这种举动是实实在在地将当地人的习俗按在地上进行践踏 尽管阳湖和恒河有着相同的发源地 以及相似的水葬传统 但它们的水质状况和鱼类数量却存在显著差异 阳湖的水质保持清澈 而鱼类资源丰富 恒河虽然鱼也很多 但基本是以泛滥成灾的粘鱼 而我国的当前的环保措施和保护政策 对于维护阳湖的生态平衡和水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使羊湖能够继续保持其清澈和丰富的水域 我们不必担心羊湖里的鱼会泛滥成灾 羊湖也不会像恒河那样受到严重的水质问题 羊湖的鱼类繁衍状况是生态系统的健康标志 同时也代表着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成功典范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